欢迎来到 谢星知识频道 上回说了南极和北极的海滨 其实是淡水冰块 这让我想起了去年8月 核污水排入海的课题 是咯 而且还引起各国的抗议 甚至拒绝进口日本海产了 这起事件得从2011年开始说起 突如其来的8.9级海底大地震 把日本东北区给毁了 日本建筑物基本上是可以 抵抗一定程度的强震 只是接下来的15米大海啸和渔震 连核电厂都扛不住了 从核泄漏到核污水 究竟对环境和人类造成多大的影响呢 就是今天会聊到的课题 发生核泄漏的福岛第一核电厂 是位于仙台地震的重灾区 连驻扎在日本横须河的 美国第7舰队都侦测到核辐射 核污染警报器 想要知道福岛第一核电厂离横须河 直线距离约160公里 为什么他们会侦测这些辐射呢 因为美国里根号航母是核动力的 所以他们时时刻刻都得侦测 看是否有核泄漏 万一他们核动力航母发生核泄漏 他们得赶紧采取必要的措施啊 也就是说核辐射早就透过空气传播了 当第一核电厂发生 轻爆时产生出来的烟雾气体 是带有核辐射 加上被风吹散了 位于横须河的美军基地都侦测到了核辐射 只是当时灾情严重 各国都在忙着参与救灾和防止核泄漏 结果把空气中的核污染事件给淡化了 国际原子能机构把这次的辅导核事故 列为跟切尔诺核事故是同一级别的 也就是第七级别 最高级别的 为了防止核对性轮回后 造成更严重的核污染或核爆 日方决定引入海水来冷却 事情就那样告一段落 其实核事故如何分辨等级呢 第一至第三级属于事件 比较不那么严重 而第四至第七级称之为事故非常严重的状态 通常第一级别都不太被媒体暴讨 国际原子能机构有条例 说只有第二级别核以上才必须让公众知道 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别呢 因为每上升一级 就是说事态会比前一级严重十倍 想在此跟大家分享世界三大核事故 第一起发生在1957年9月左右的苏联 由于当时的苏联把整体事件秘密处理 就算现在发布的资料也未必是准确的 至少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记录到 记录上是这么记载的 克斯特姆 一个位于苏联东部乌拉尔山脉的城市 有一天晚上 居民们纷纷看见夜空中闪烁着红光 粉色光和半阳光 像极光那样哦 嗯 为了掩盖核事故的发生 苏联当局将错就错 把这现象称之为极光现象 也没进行疏散啊 这极光现象其实是约80吨的核废物 储存患热爆炸后 大量化学物质和辐射 瞬间大量被释放 形成放射云造成极光现象 在风向的作用下 受核污染范围扩大至 5万2千平方公里 一周内 这受核污染的地区 陆陆续续死了上百人 上千人出现各种怪病 原因不明 当局才下令疏散人民 那不是很惨 连知情权都没有 人们都被蒙在鼓里 直至70年代 苏联生物学 博士梅德维杰夫的发生下 这事故才为人所知 第二起也是发生在苏联 但确切为止 就是今天的乌克兰 这起核事故 是发生在1986年4月26号 切尔诺核电厂发生的 核反应堆发生爆炸 而且没有应对措施 反应堆中的有燃料继续反应 造成核对星局部融会 释放出大量辐射 这次有学乖的啦 赶紧通知国际原子能机构 国际原子能机构 立刻向切尔诺提供支柱 紧急疏伤3万居民和监测风向 避免更多人受到核污染 上一颗放射性核素 就是带有核辐射的颗粒 漂浮在上空 包括高危险性的 氏90核色137 半衰期分别为29年和30年 氏90可能导致白血病 而色137对全身的影响更大 因为会累积在软细胞组织 尤其是皮肤还有呼吸系统 辐射是管导和长期 受原子弹污染的好几倍 核污染空气范围 扩大至意大利和法国 总受影响人数约1000万 而官方宣布的死亡人数呢 剩2人 但有数据显示是近50人 然而接下来核污染导致的疾病 则有上千人 第三期呢就是刚刚排核污水入海的浮岛核事故 之前说到的轻泡 产生的核辐射烟雾气体是含有 点131和色137 半衰期可是有30年哦 色呢还有另外一个爱说懂 就是色134 这个半衰期比较短一点 两年 都一样会损害皮肤和呼吸道 点131的半衰期是8天 高剂量点131会聚集在甲状腺 诱发甲状腺癌 难怪中国那时候卖的含点盐和点片都受咬了 这就是当时核轻泡后 核五年后的空气辐射含量对比 可以看到五年后核辐射还是存在的 核轻泡后受污染的海水呢 扩散至太平洋区 截至2011年为 共有23个国家的空气和海水被核污染 特出含有辐射性点131 色134和137 而这次排入海的核污水 日方声明说多数的辐射性核污染物 已被高级液体处理系统给处理了 只剩一种放射性物质处理不到 那就是超重氢 或称之为川的放射性物质 半衰期是近13年 哇很久耶 操纵氢会跟普通氢和氧 结合成操纵水分子咯 带有川的操纵水分子 怎样也去除不了 只能等它自行衰变 变成普通的水分子 川会直接攻击人体DNA 导致癌变 最快显现的是血癌和骨癌 就算你细胞内 拥有神一般的修复系统 保护着DNA 川也会让你陷入 泛血球 贫血症 什么来的 就是红血球 白血球 和血小盘 都比正常人还要少 感觉整个人都不是没有血气咯 那为何质疑要把核污水排入大海呢 日方给出的理由是 他们的仓库已容不下这些 经处理的核污水 只好排进海里 这做法很不负责任耶 不只邻国反对 至少四成的受访日本国民也表示反对 联合国有毒物质和人权问题 特别报告员 Marcos Orellana 食物群问题 特别报告员 Michael Fakri 和人权与环境问题 特别报告员 David R. Boyd 都表示担忧 虽然地球拥有自我修复的功能 大海也能容纳和净化这些污染物 但人们也不可理所当然的 把自己不要的垃圾 统统丢入海里